有片刘谦秀静接板磨瓶雪齿,春晚呆散叹她真有魔法。 魔术师刘谦除夕夜登上映式春晚表演,模糊魔术,她往湖里倒水,却可以任意从湖中倒出红酒斗汁等各种饮料,令人叹为观止,但是后网路流出现场偷拍穿绷影片,疑似工作人员吊包她手上的银湖,更引发现场官权是托暗装的质疑。 后来她以全家性命发誓,称绝无与现场观众串通,而她今天在微博泡出与一群友人,吃火锅,拿出进阶板磨瓶一样导出各款饮料,连珍珠奶茶都可以。 最后她把白色魔瓶当住全场朋友面前拆开,里面是只看起来毫无机关的透明瓶子,再度让网友赞叹她变魔术功力超群,一戏春晚表演受质疑的前耻,连丹死也转发挺她说她真的有魔法。 我证实过。 刘谦这次进阶板磨瓶表演魔术变道一半时,席间一位男性有人突然拿出银壶说要换壶,亏刘谦不换壶怎么变? 她笑回要换也拿两个一样的好吗?随后自信表示我需要换吗?十分幽默。 她并留言补充说这是本来春晚节目的开场。 是要在观众席表演的网友都觉得很可惜没在春晚看到此一环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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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